只需10元人民币便可吃上一顿四菜一汤 荤素搭配的营养正餐 或是李一头精神的头发 又或在平价商店里买上书样实惠的日用品 自2023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 眼前这条位于湖南郕州北湖区人民路街道 北湖路社区 即便名副食店 幸福食堂 零工驿站 便名快递 便名理发店等于一项的暖心小巷 收获周边老郕州们的一致好评 每天上午11点半左右 年过七旬的刘少勤都会来到暖心小巷的幸福食堂 在支付10元人民币之后领取一份丰盛午餐 他告诉记者 自暖心小巷建成以来 附近的老街坊们便一直在这里吃饭 遇上小巷开场活动 吃饭和礼发都只需6元人民币 非常实惠便名 这个前面有小麦布 所以选择半夜买东西 它都是开出门的 这个取饭不单独是我们这附近的 他路过了两次 他看到这里有饭吃 他都是自觉地到这里来吃 他来的主要就是看到这个地方的干净 卫生 就是这个价格实惠 那边有礼发店 因为我们这附近的快递 寄来休息都是很方便的 北湖路社区党委书记李洪化介绍 因毗邻北湖区公销合作联社 原名碎丰相的暖心小巷 在20世纪末也曾热闹一时 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变迁 小巷逐渐冷清 沦为老旧脏乱的代名词 2023年7月 经政府部门与公销部门协商 碎丰相启动改造工程 原先坑洼的道路变得平整 路灯变得明亮 并且利用沿向公销社闲置的门面房 改造成各种便民服务点 采取公益加威力经营模式 保障正常运转的同时 探索老城区便民服务新入境 于是一条200米长的全新暖心小巷 应运而生 我们这一块自运营以来 越来越多的居民 就是习惯了家门口 提供的这些暖心服务 只能说我们社区的服务 越来越暖心 然后越来越接地气 真正的做实事 我更多的是收到这些反馈 与此同时 作为北湖区供销合作联社 打造社区供销社的平台 暖心小巷还探索开设了暖心市集 依托供销社遍布各地的服务连点 利用节点结会 主动链接乡村农户 帮助他们打通优质农产品上新渠道 与城市居民面对面对接销售 目前暖心小巷已成功开办 两期暖心市集 直接助农销售产品 近20万元人民币 我们打造社区供销社 是我们的北湖区供销社的一个创行 和一个探索 一个摸索 下一步我们会以这里为切记 切记 然后会向情区推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